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第42届的金灵奖 金灵奖是出版界最高的荣誉 一如影视界的奥斯卡金像奖一样 因此我在这里要恭喜大家能够获取殊荣 我特别要推崇今年特别贡献奖的得主 九哥出版社的陈述芳 陈总编辑 一如刚刚影片所言 他在九哥出版社已经耕耘了36年 让九哥从一个无小的出版社 蜕变成为一个健全 活跃 能够跟时代对话的出版社 更特别的是陈总编辑在编辑台上面 他坚持文学的立场 这是他生命中绝对不可能妥协的地方 另外也精读作品深入人心 可以是说所有创作者最信任的编辑 所以今天他能够得到特殊贡献奖 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我们再次用最热的掌声来恭喜他 也感谢他 恭喜 另外也像师平兄所言 今年的得奖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参赛的作品就高达一千两百五十七篇 那只有非常少的二十几篇可以脱颖而出 所以我今天就在用金鼎奖的金鼎两字所富含的意识 就是今年九点文化新传 来向所有得奖者表达行政院最高的敬意跟感谢之意 那感谢郑部长的安排 那当然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部长 这两年多来为台湾文化界所做的一切 那今天来呢也等于是行政院用具体的行动 在对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我在这里也很请大家我们共同来完成三个事情 那第一个事情是台湾出版或创作的自由 其实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 那政府呢一定会跟大家共同守护出版跟创作的自由 这个珍贵的资产 让未来有更多的人在这一块自由的出版过度上面 可以继续蓬勃发展 那第二点呢 我们必须要讲出来 因为出版它不仅仅是记录文化 也是传递知识 它更是呈现台湾创新求变的多元面貌 它也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我跟各位报告不仅仅文化部行政院也会继续支持 我们出版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呢就是刚刚立军已经有提到 文化台湾是我接任行政院长所推动的五项国家发展方向的 第一个 我终于希望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 以深深的以台湾的历史文化为荣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有可能团结合作 那台湾也才有可能继续向前 所以不仅仅是行政院增加预算的支出 我也更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合作 让文化台湾是在国际上得到大家的肯定 那么在国内呢 也可以得到全体国人的认同 让我们更团结 团结更有利 最后我祝福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再一次向大家表达最高的经历 谢谢大家 谢谢 然后文选史上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持续推动的年度文选出版 鼓励创作 真的是坚持36年很不容易 再次恭喜 谢谢